法国时间8月4号晚 中国游泳队力压未免冠军军美国队 夺得男子4×100米混合用接力金牌 而这台金牌是对美国鼓噪的兴奋剂杂影再次流离反击 就在这期奥运会期间 中国游泳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反兴政治检查 31名运动员在10天里头被ITA 也就是与世界永连合作的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 抽检了将近200次 远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运动员的检查资讯 而这明显有史公民的检查背后 就是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 DEA回血鼓噪之下 导致的直接结果 美国以兴奋剂为由盯着中国游泳队游来一件 一次又一次的找查究竟是为什么 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凭什么一次又一次讲试成功呢 导致这次中国游泳队被高频抽检的直接原因 是今年的六七月份之间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 DEA的官员 突然开始翻炒三年前已经有定案的一件事 2021年中国国内游泳冠军赛之后呢 中国自己查出有23名游泳运动员 曲美他形成阳性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检查 确认这是一起故事酒店受污染事故事件 运动员没有主观错误 从而未做出发 那从发现到调查的整个过程呢 中国都是即使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和国际游泳进行报告的 也得到了认可 时间过去三年 就在奥运会前夕 USA DEA突然开始翻炒 而且还带动了一些西方媒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MDA来施压 说他们偏袒中国 直接导致中国游泳队为自证清白 被迫接受将近200次的检查 对比赛和训练形成了巨大的干扰 USA DEA此识词曲别有用心是一目了然 游泳是历节奥运会上 仅次于田径的第二大金牌项目 本期奥运会有35块之多 田径48块 美国在游泳领域长期处于绝对霸主地位 奥运史上总共获得过246枚金牌 而这个数字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但是这些年来 中国游泳队不断地在崛起 在奥运会 试景赛等国际大赛当中 都屡床下记 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的青年运动员 在重要领域的统治地位遭到威胁的时候 采取不择手段的压制 这就是美国盯着中国游泳队不放的简单逻辑 但问题在于 美国是怎么做到把他的主观恶意 变成客观事实成功搅混 这一池必水的呢 美国并不能直接左右WADA 但是它在WADA当中的影响力和作用 确实不容忽视 首先是经费问题 从2002年开始 WADA的经费 由全部是国际奥委会拨款 改为一半来自奥委会 一半由世界各国政府来分摊 而美国因为体育实力和经济指标 这两个因素呢 一直就是分摊大头 再加上美国长期处于体育强国的位置 它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的影响力 也就是软实力 对这些机构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当然美国还有一个惯常用的杀手键 就是出台国内法来管国际事 在2020年 中国冬奥首经获得者杨阳 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反兴奋器机构 副主席的时候 美国正式生效了一部国内法 附权了自己管下全球反兴奋器事务 听上去很好笑 但这就是事实 这部反案叫做 罗勤科夫反兴奋器法 它是言莫斯科实验室前负责人 俄罗斯运动员使用兴奋器的爆料人 格里克里·罗勤科夫来命名的 从名字的起义就充斥着偏见和傲慢 这部法律赋予了美国司法系统独立的权利 以制衡WADA 对其认为有疑虑的事件 或者反兴奋器案件来进行 单独的司法调查和刑事制裁 也就是允许美国对 境外国际体育赛事当中的兴奋器事件 来实行域外刑事管辖权 不仅允许抓捕入境美国的涉案当事人 还可以没收刑事处罚对象 在美国的各类财产 美国司法机构 还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 来实行它的域外管辖权 就在今年5月 USADA鼓动美国司法部 根据这个国内法 对中国运动员所谓的要解问题 进行长臂管辖 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能够跨国抓捕 不用以为这是美国法律的玩笑 前车之鉴就是 2015年的5月26号 润世警方协助美国司法部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苏黎世 逮捕了6名国际组联的重要官员 而所谓的依据 就是同样赋予自身 域外刑事管辖权 美国国内颁布的海外反腐办法 对此国际奥委会明确表示 不可接受 并且警告 如果美方不尊重 WADA的最高权威 就会剥夺美国盐湖城的 2034年冬奥会主办权 而美国的回应 居然是推出 罗勤科夫反兴奋剂 的加强版 也就是美国两党议员 在2024年7月30号提出的 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信心法案 以扣押 勘派资金为胁迫 重申美方在世界反兴奋剂领域 拥有所谓的越界管辖权 要用美国规则来代替 国际规则 用美国法律来约束 各国运动员 但离谱的是 这两个法案里头都标明 美国运动员可以例外 对外是重权出击 对内却是监管大放水 2023年 USADA采集了7773份样本 涉及了3011名运动员 这个数字背后的真相是 USADA每年有超过 3100万美元的预算 是德国同行的两倍 但是收集的样本数量 却不到德国的一半 同时还低于中俄法英等同行 WADA就公开指出 美国新分析检测率在世界 那都是处于倒数水平的 更为离谱的是 美国体育界还利用规则 生发出执政可要的通经 2016年 俄罗斯黑客组织齐幻熊 就攻破了WADA的数据库 一份被曝光的数据显示 仅是2015年 美国就有653个运动员 申请用药豁免权 其中有402个人通过 比例超过61% 相比之下和美国运动员 规模差不多的俄罗斯 只有54个人申请豁免权 通过人数不足20个人 通过率只有37% 曝光的运动员名单当中 美英人数是最多的 欧美之外 澳大利亚以8人占据高位 包括美国体操名将 李约奥运会的体操四金得主 巴尔斯 还有网谈双叔 威廉姆斯姐妹等体谈巨星 有意思的是 当时包括主席大卫杰拉德 在内的WADA药物豁免 9人专家总都来自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过 谁有病 谁可以不受限制使用兴奋剂 都是他们说了算 体育政治化 在欧美已经是常态 在体育和娱乐新闻当中 传递一些或名或案的政治立场 使西方媒体惯用伎俩 奥运会等重大体育赛事 更是被美国看作是国家之间 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前世界体育的权力结构 是由国际奥委会 各国际体育单向组织 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 三位主要参与者 以及一些卫星组织构成的 其中国际奥委会 它是控制核心 由它来自我赋权 并且主管其他组织 同时还通过体育仲裁法庭 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来完善司法程序 如今美国在反兴奋剂领域 推行长臂管辖 就是要企图打破这种现有的 国际体育权力结构 试图通过掌控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来谋求赛场外的更大利益 显然反兴奋剂问题 正在被美国政治化工具化 也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霸权的延伸 而受美方资助的USABA 就是操盘首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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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